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 每天两小时 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用爱让弱势孩童 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 爱心支持请洽爱机会官方网站 获电架02-8752-3963 您好 我是证券公司林小姐 邀请您加入标股粉丝社团 让财富增值 您加入我的LINEID了吗 注意这是假投资真诈骗陷阱 诈骗集团透过电话 简讯 手机通讯软体等管道 宣称短时间让你赚大钱 诱导民众加入投资讨论群组 千万别上当 提醒您 投资不听来源不明资讯 不加陌生群组 不用保证获利APP 或投资平台 吉保结算所关心您 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 一号林佳龙 我主张补助青年成家基金 十万元 围绕都根 一瓶换一瓶 长辈假牙补助 女性动乱补助 增加二到三岁 公托幼幼班 让政府减轻您生活的负担 让居住在新北更简单 请支持一号林佳龙 天人民茶周年庆 让你从双11买到双12 冬之茶抢先上市 茶香悠扬茶运回甘 还有全新推出的料理包系列 普洱半斤半肉牛肉面 精选牛奥进口牛肋条 不添加味素 吃得到食材原味 花旗森枸杞红枣鸡汤面 选用北美花旗森 汤头甘醇补原汽 周年庆期间 买茶用餐 满两千送两百 买越多送越多 快到天人民茶轻松go 通膨升息狂潮来袭 你需要化为机为转机 统一A级美元优质公司债ETF 下单代号00853B 瞄准信用A级企业 包括智慧手机之王苹果 电商龙头亚马逊 武神巴菲特的波克夏 让你存好债 每季收息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深入浅音响乐公开说明书 声势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马上要来 等一下访问红利投信 投资策略部的邓胜民邓副总 谈红利这一次的报告 叫Marco Outlook 2023 高盛的报告 宏观经济 明年的2023的Outlook 他说 This cycle is different 这一次的景气循环 是不一样的 那高盛到底怎么看 是不一样 这等一下来请教 邓副总 之前我们来 谈一个活动 而且我们现在要送票 大家可以尽量 打电话来说去 这总共有300Q 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直播画面 300Q300块 后面有这么多厂商 我大致念几家厂商 给大家听一下 什么大树药局 桂冠 有统一 还有大学光 台延生计 很多大公司 就是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他们会参加 而且都有摊位 大家可以到他们的摊位上去逛逛 有吃有喝有拿 同时也有这个东西可买 所以我们送一张300块的券 大家看一下这个券 一张300块 一张总共有三张100块的 所以这对错了 一张300块了 不是一张300块 是一张一整张 大家来索取 我们就送你 然后上面有三张 一张是100块 你买东西就可以折底 那这是什么展呢 听都没有听好 这个是12月1号到12月4号 大家做个捷运就可以去了 这个捷运很方便 在这个蓝色线 这个南港展览馆举办的 全台最大健康派对 是台湾最大 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台湾医疗科技展 现场有尖端的医疗机构 还有科技大厂 还有互动游戏健康检测 医师讲座 还有这些食品厂 他们都有摊位 超过400个餐展的机构 总共1700个摊位 现在有这么大的展 真的不多了 大家看到一些冒写 或者什么的办的展览 其实现在有这么大规模展 不多了 因为我以前跑过外贸协会新闻 那当然这个跟2030年前 我跑新闻那时候 台湾的展览规模非常大 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讲座有1700个展览摊位的展 现在真的很少了 可以部署全家人的精准健康 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去看这个展 欢迎大家上网来搜寻 全台最大健康派对 到官网免费锁票参加 官网报名之后 当天入场 还可以免费索取大会的健康振兴券 这就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健康振兴券 或者说拨打我们电台的专线 02-8369-2698 02-8369-2698 我们就寄送票券给你看 300块给你 我们还寄给你 你还不用来电台拿 你看多好多好康 你要几张 我们就给你几张 是这样吗 是 对 对我们一瓶说没错 这个我们电台挂波警 你要几张就几张 但大家也不要一直要100张 你这个能花的话 就是尽量花了 所以你要几张 我们就寄给你 所以大家可以赶快 现在打电话进来 我们小编一瓶已经在 大编大编大编一瓶 在电话旁边等接你的电话了 这个是一个大活动 这个跟大家宣告一下 也送大家一些好康 好久没送东西了 送一送 那我们赶快来 请教红利投信邓声明邓副总 邓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这个邓副总要不要 寄两张给你 我知道你刚刚龙体 龙体才刚刚复原 对不对 这个邓副总 前这一两个礼拜 身体不舒服了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龙体不原 正好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健康战 那我们寄两趟给你 那邓副这个高盛 到底怎么看明年的 景气的cycle呢 他为什么说 the cycle is different 没有他 其实他讲 就是说 其实长期通膨还是 还是蛮高的啦 就是说 只是呢 他觉得短期的一些 有一些因素不大一样 什么因素不一样 其实就是说 第一个不一样 就是说 这次其实不是过度就业 他觉得是等于职位 这个在pandemic之后 空缺激增嘛 等于就是讲 就是功过于求 这个状况 那但是功过于求 他提到短期因素 就是说 这个等于就是 所谓的总需求 去掉总劳动力的 这个供应 最近有点 有点下滑了 他觉得这样 这样一个状况 从之前那种峰值 之前差距大概600万 这个峰值已经降到 大概400万左右 这个是几乎是 等于就是如果说 你能够维持200万 那个差距的话 大概通膨 就会维持一个 比较正常的状态 所以他觉得 之前是 这样的短期因素 造成通膨 居高不下的因素 第二点不同 就是说 供应链还有就是 租赁市场 等于就是 我们所谓的租赁市场 就是所谓的租金嘛 那这个部分的水准 居高不下 但是供应链 现在其实已经有点下来 而且就是 reopening之后 其实现在也 有点放缓了 他等于就是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租金市场 你等于从货物支出 到服务支出 这种轮换 渐渐接下来 如果传导到服务链 等于就是服务业的 一个部分 因为之前是 高是因为 最近高的原因 是因为之前都在家工作 那现在回去 国外来讲 台湾可能比较 没有这样的问题 那国外的租金 它其实有一些需求 是来自这个地方的boost 那等于是 未来来讲的话 如果说新的租约 租金要价 大幅下滑 等于是 它等于是 相对来说 期货可居 但是现在如果又开始 reopening之后 现在掉下来 等于这个就是 他提到 就是说 如果你未来这个趋势 如果新的租约 它的罕价 如果下滑的话 你这个 你现在看到的CPI 等于就是一个落后指标 所以他提到 这个跟过去 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是有一些东西 是滞后在反映 所以拉抬这个通膨 维持于居高不坠 所以他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两个短期因素 包含一个长期因素 他觉得通膨 其实有点 有点要掉下来了 那有时候掉下来 就是联准会 要考虑联准会 这个政策制定者的 一个智慧 你要维持持续 比较高的利率水准呢 还是说 你听看听一下 那高盛的看法是 他觉得到明年 大概五月份的时候 一月份可能是 这一波 比较大幅调息的 一个高峰 那接下来 小税部调息 一直调到五月 大概这个利率水准 大概最高 远端的部分 大概到5.25 大概是这样 对 这就今天最新 所以邓副总 今天带来这个 高盛的这篇报告 是今天最新新闻 都有披露出来 不过新闻 只有披露部分 就是说 高盛看利率峰值 到这个5到5.25 但详细的内容 我们今天就请 邓副总 来跟我们谈了 第一个呢 他说他预估2023年 全球的经济增长率 只有1.8 主要原因是 美国经济有韧性 跟欧洲会衰退 还有中国的重新开放 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他预估出来的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据 就是明年的全球GDP 是1.8%的增长 对 对 然后当然 他也提到 就是说 那整个来讲的话 等于你可以看 就是美国应该会 这个是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更新 就是他觉得美国会 2023年会避免衰退 等于就是 因为大部分 大家都看明年 应该就是衰退 大概 明年大部分都是看 一个经济负增长 但他看起来 这个数字还维持 比Market Consensus 高了大概 好一点 对 好 蛮多的 那另外他提到 失业率可能会 会进一步降 但虽然失业率 有点 会回升一些些 但整个失业率 还是维持 比较不错的水准 另外他提到 就是说 当然联准会的一个升息 他觉得明年 联准会是不会降息的 这个就目前来讲 好像也是比较大的 大的共识 对 那另外就是说 就业比较 相对受到的冲击 怎么会这么 等于相对来讲 是比较小的 那核心通膨 下降这么这么少 就是刚刚拆解 那个一个长期 两个短期的因素 等于就是说 一个周期 跟之前的高通膨 通常我们看到 经济发展到一个顶点 高通膨 那个状况的一个背景 其实有点 不太 不太一样 而且他觉得 不是在过度就业 而是就是 其实他的一个职业 其实有点 就是 等于不平衡 有点 部分的职位 过度空缺 所以 相对来讲的话 其实他那个痛苦 跟以前的一个状况 是不一样 另外他也提到供应链 还有服务业的 租房市场的一个问题 另外他提到 欧元区和英国 可能会陷入衰退 但现在看起来 这个衰退的程度 好像又 又比之前预估 好像来得低一点点 原本是看美国 是浅层衰退 但现在变成是 美国不但没有 浅层衰退 还小增长 虽然是低于 低度的增长 但欧元区英国 变成是 比较中度 中重度的衰退 现在变成 比较浅层的一个衰退 等于经济只是 温和下滑 等于这样的状况 看起来就是 削减俄罗斯天然气 这个状况 反而是 主要的原因是 来自于美国 避免衰退的话 你等于少一个 引擎掉下去 所以他欧洲 还有英国 那个痛苦的状况 看起来是 也获得一个减轻 所以他预估是 明年ECB 等于升息 明年升息 大概就升到3% 五月份 他说预估五月份 欧洲央行会升息到3% 现在是1.5% 所以等于说 还有1.5% 1.5个百分点的加息 这个是他的预估 他说欧元区 跟明年英国会陷入衰退 主要是因为 能源的问题 那美国呢 则是可以避免衰退 这是高深的看法 他说美国可以 勉强避免衰退到明年底 但是呢 他认为明年 2023年 联准会不会降息 会一直维持利率高峰 5到5.25的峰值 那这个对股市 会有什么影响 对金融上会有什么 这等一下 回来请教邓副总 那至于说 中国的部分 他认为明年 上半年会缓慢增长 因为4月的重新开放 引发了最初 因为COVID的问题 使人保持高度警戒 但是重新开放的提振之下 下半年会急剧的加速 就是下半年 中国大陆的引擎 经济引擎会快速运转 那这个是高盛的看法 提供大家参考 不过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长期仍然是持谨慎的态度 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大通膨时代 更要精打细算 宝贝自己赚的每一分钱 梦月城 全部准备好 一次都给你 南港15分钟 买日本大城建设 金工高品质 有樱花青子公园 有星级泳池会所 首付只要68万起 买二至四房 梦月城 梦想真的会成 爱山林行销 五股泰山林口的好朋友 我是明毅哥 新北市议员候选人 五号陈明毅 陈明毅五号 五股泰山林口 选五号五告赞 恳请支持 说真话做实事的 五号陈明毅 拜托大家 感谢各位 股市瞬息万变 想要致富分秒必争 提前掌握趋势才能先赢 免费订阅 陈坤仁分析师YouTube频道 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三十分 线上直播 第一手掌握当日股市精华重点 快上网搜寻 订阅陈坤仁分析师YouTube频道 并且加入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早上八点三十分 与你线上见 摩尔头顾111年金管头顾新字帝 014号 优良生医 女性维他命首选 维体康 医药级B群 含高单位B1 其长效活性B12 一天一科 解决酸痛麻累 维体康 维持身体健康 康诗美大树药权 及客戴药局有卖 剑桥新源 会属要这次第025 会不会有统次第11107002号 我是台师大乐活EMBA执行长 向子元 乐活是运动与健康的身心灵探索 是自然永续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课程以运动休闲 健康永续为主轴 与学生一起乐活学习 学习乐活 台师大乐活EMBA 11月29号到12月8号开放报名 12月3号下午2点 招生说明会免费参加 详情请上 可以买吗 大乐趣应该是现在受费的吧 就这个等于说是低端消费受费的 这个跟刚才讲那个沃马股价涨 但是target跌是很相近了 我是最近没有在看大乐趣了 我等一下看一下 再跟你报告 你刚刚那个形容 你比他散啦 比较平民啦 对啊 就是比较 比较瘦的人 那搞不好巴菲特也去买啊 蛤 什么包包巴菲特去买 我说搞不好 搞不好巴菲特也去 也去买沃马啊 对不对 他没有买沃马 他没有买沃马 我是说去买 去那个地方买他的日用品 巴菲特才不会去沃马咧 拜托 不然呢 他去哪里 巴菲特沃马去 他老婆去巴菲特 哪有闲时间去shopping啊 好我们回现场哦 酒吧 在加码送号里 买股票 来股票 国票证券 经主管机关核准 之许可证号为 111年金管政总次 第0006号 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 酒吧 酒吧 新闻台 FM98.1 财经 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红利投信 投资策略部的 邓胜明 邓副总 刚刚我们在 广告期间 有人在留言板上 问到DollarTree 这档股票 它的代号是DLTR 大家知道DollarTree 就是美国 很有名的 一元商店 一元美金 里面去买东西 都是在一块美金以下的商品 等于说低端消费的部分 这个DollarTree 它其实今年股价很强 你看到它年初的时候 股价在120块钱美金左右 现在目前还在160几块 所以它今年全年是上涨 这个美股 今年能全年到目前 上涨的股票真的不多 不过它并没有创高了 它的高点是在4月那时候 是177 现在目前 它的股价在166 有人问说可不可以买 它这个道理 其实跟Walmart股价涨 然后Target股价跌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Walmart在 那个财报公布之后 股价大涨6% 昨天的周三 它继续涨了0.7% 但是Target盘中一度大跌17% 收盘跌13% Target今年股价跌翻了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美国的证券分析是说 这就是现在目前高通膨 或经济疲软 挤压消费者预算的情况 Walmart通常呢 就是说低价商品 吸引消费者 它卖的就是一些 食衣食品跟衣服 那种很便宜的衣服 比如说你到Costco去 其他衣服都不贵嘛 那个都大包装这样子 Walmart就类似像这样子的性质 卖一些生鲜 食品这样子的 那Target呢 就是卖电子产品3C啦 包括比较贵的衣服 如果大家有去逛过Target 你就知道说Target东西是比较贵的 就比较说白领 去消费的地方 就比较非必须消费了 Walmart是比较必须消费了 我20年前到美国去的时候 我还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我在那个洛杉矶啊 去那个Target 那Target他是开在二楼 那二楼 我就问我弟说 那个手推车要怎么推上去 他说你别担心 20年前哦 我真的开眼界了 他有一个专门的电梯啊 那个手扶梯啊 我们人一般都有那个手扶梯 坐上去 然后他是人车分道 那个手推车 也有一个专门的 可以坐手扶梯上去的 不是电梯 是那种手扶梯 就我们一般到百货公司 那个每一个楼层 每一个楼层之间 那个手扶梯 你那个手推车一推上去之后 他就卡在那个手扶梯上 他就哇伸上去 然后伸到跟你人同步 然后伸到那个二楼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推那个推车 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20年前 那个Target就有这样子的 Facility 你就知道说 他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是 就高端了 我第一次 第一次看到说 手推车还可以坐那个手扶梯的 这是开了眼界了 那就是Target 所以说这就是 现在目前你刚刚问到Darget 大家回答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 刚刚邓副总这篇高盛的报告 这篇高盛报告很值得谈的是因为 他对明年做出很多潜在预估 不过会不会太过乐观 就是针对明年的状况 那比如他说 美国不会衰退了 那同时他认为说 这次的周期循环跟以前不一样 是因为 即使利率升到这么高 但失业率是不会上来 经济不会衰退 他主要起了很多点 就三点的理由说 为什么这次的 美国联准会的拉高利率 没有造成失业率的上升 以及经济的衰退 他有三个原因去解释 他还蛮复杂的 这边就不多说 那回到这个 会不会太过乐观 我要请教邓副总的看法 就是旧红利 或者您个人的看法 您看完这边报告之后 您会不会觉得 高盛有点太过乐观 对明年的美国的情况呢 因为其实他里面 他其实有提到 就是华尔街日报 他估计美国明年 2023年衰退的几率是65% 那他们的consensus是35% 高盛他一直好像就低于四成 我其实记得在9月份 10月份最悲 市场最风声鹤唳的时候 他一直没有超过四成多 所以他现在还进一步 降到35% 的确高盛是 在整个投行报告里面 他算是比较乐观的 但他也提到 有一些假设基础 乐观的基础 背后还是有一些风险 什么风险就是说 如果你通风压力 还是普遍存在 以至于央行没有选择 只能继续紧缩的话 那这样的话 经济衰退就 不见得能够避免 他觉得欧洲的情况是这样 美国也是 也是 可能是相同的状况 有时候 中央银行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你通胀一直 这样推升的话 你让他没有选择 只能继续升 那我觉得升息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现在这个 所谓小税不预估 到明年5.25 可能再往上提的话 那我觉得风险 来自于这个地方 还有一点就是说 其他的 等于就是 其他的一些风险 就是说 市场引发的风险的来源 比如说 是不是美国那个 举债上限 债务上限 2023年会成为市场的一个乱源之一 因为 现在国会有点分治 就是说 他那个 等于美国拜登总统 有点提前变成跛脚压了 那跛脚压的话 他有可能会造成 两院的一个混乱 就是 现在看起来 这个东西 他等于话先说在前面 但现在看起来 就是 习拜会之后 至少美中之间 他那个部分紧张局势 有一点点高 high level的消除 是先把 第一层先把它 降压一点 不见了能解决问题 先疏压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未来来讲 乌俄战争 也是能够透过 美中尚且可坐下来和谈 那是不是 盘根错绝的乌俄战 如果说 年底 甚至明年初 未来这样 季度 如果说 如果说 但看起来 几率是比较低 但万一如果 真的坐下来谈 我觉得那个真是风险 风险支撑 这个最担心的因素 一锤定音 那等于这个 对市场来讲 我觉得是进步 力多 对对对 绝对是一个 绝对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多 那这一点 那另外就是说 那 现在经济的状况 就是说 如果你 你真的要去进去 进场去买期的话 通常如果说 你是在 衰退的边缘 开始要重新 回到reboost 回到比较 高速的增长 当然你现在应该 要逢低进场 但如果说不是 而是经济可能 稍微 从之前要衰退的 那个这么大的 这个风险之中 抽离出来 现在变成是 小幅增长 那这样的话 可能你就是 你追求的 可能是return 那return有几个面向 可能是 发行公司 可能他分红给你 或者说他 他等于buyback股票 那或者是 他觉得他的资金运用 没有效力 把钱还你 另外一个就是 你还是要追寻一些 比较资产负债表 比较强劲 而不是去追寻一些 可能就是比较 冒着极端的一个风险 去bet for 那个capital gain 相对来讲 邓总 您觉得 这个大盘真的落底了吗 这个美国股市 比如说标普 3600点 这个底 是真的是熊市底了吗 其实我觉得 现在 即使他回档 我要看他怎么回档 就是说 他是不是重度跌破 3800点 这样的状态 那如果他是重度跌破3800点 我觉得他这个底 可能还没有 所谓重度是 直接很大幅度灌破 它以5%的方式去下跌 而且他是非常 不啰嗦 就是直接灌破 OK 跌势的情况 对 所以3800 你观察了一个重要点位 对 那如果没有发生 这样的状态的话 我认为之前 谢谢邓副总 你好 我是高杨凯 大安文山区议员候选人 9号高杨凯 好